县委书记来贫困乡视察 所有乡干部都到场欢迎 不料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你这是干嘛呀 搞形式主义啊 散了 乡领导文言连忙把众人遣散 不料书记一抬头又发现了问题 你有功夫挂这种条幅 不如把工作抓着好 摘了 乡领导眼看出师不力 连忙陪着笑脸把书记领上二楼 此时桌上早已摆满了各种珍修美食 为了这顿饭 乡领导亲自在厨房监工了一上午 等所有人落座后 他就献保般的开始介绍 书记刚想问他 你一个贫困乡的领导 怎么吃顿饭都这么奢侈 没想到这时又端上来两瓶好久 而且是书记平时最爱的江南特区 一瓶就要八百多 书记知道这个箱有很大问题 对方肯定下了很大功夫研究自己的喜好 但就算是这样 也不愿研究怎么才能让老百姓满意 便问他这顿饭一共多少钱 乡领导还以为轮到自己腰功了 装模作样的摇头晃脑 最后骄傲的伸出三根手指 旁边的记者 明白了书记的话外之意 连忙拿出纸盒笔 这时向干部拿来一份文件 说是市里领导的指示 书记却看都没看就收了起来 我觉得这个酒我们不能喝 第二这顿饭太贵了 这相当于当地老百姓几个月的收入 这让我怎么吃得下去 严书记 这些商货在我们这个小地方 它其实是不值钱的 是啊 既然这桌菜已经烧好了 就不能浪费 是是是 所以我建议 由你这个乡党委书记出签 请客 请在座的各位同志 不太合适吧 乡继委书记在不在 严书记 我是 我记得四菜汤的规定 早就有了吧 这 有 那看来你这个纪委书记 监管不利 你有没有责任呢 我有责任 好 既然你有责任 那么今天这顿饭 你也要出现 同时 你还要负责监管和落实 回头专门向我汇报 好的严书记 我肯定落实到位 在批评完各位乡干部之后 书记却连筷子都没动一下 让司机去食堂拿几个包子 就要直接带人进行走访 不料刚出门就看到几个小孩在踢车 窗户上还写上吃喝车三个字 乡领导见状连忙上前阻止 谁写的 你做谁写的 你们把小笨头带着小羊 买去杀了吃了 小笨头恨死你们了 他写的 反了天啊你们几个 小笨头呢 啊 干什么呀 你还找孩子算这样 我说严书记这些皮孩子太不像话了 哎不用 严书啊 这是很好的素材 把它拍起来 好 你搞开点 严书记 你这一口东西都没吃 这不是冤枉你吗 有什么好冤枉呢 连我喜欢喝江南特区 都已经名称在外了 连小孩子都知道 写吃喝车姐三个字 看来我们的工作做工了 要好好的整顿一下 就在这时 大院里突然冲进来一群村民 纷纷大喊着要反应问题 相领导见状 吓出了一身冷汗 连忙就想把人赶走 没想到 却被书记一把拉开 要他立马安排做谈会 没说起 就是一帮没文化 不想到里面托老板 你不用管他吗 回头我来对付他们 什么叫对付 政府就是为老百姓办事 什么叫对付 你搁鼻子 看得出来 大家对我们政府有很多意见啊 这样谁来说一说啊 他吃了我们的羊 还我们羊 还我们羊 胡说 谁吃了你的羊 吃了我的羊 还有你们 拆平了我们的羊 我们都没饭吃了 你们在里面大吃大喝 凭什么呀 没有在里面大吃大喝 大家听我说 大家听我说啊 书记连忙出面打人场 他看出这些村民的意见都很大 就把所有人都请上楼吃饭 他倒是要看看乡里还有多少问题 乡领导见状都快急坏了 很明显他有很多龌龊事瞒着县里 不久后村民们就上楼吃饭 看着桌上炖得烂熟的羊肉 小孩都被气哭了 其他村民则开始大快赌仪 有的还在抢酒喝 他们平时哪里吃过这么好的饭菜 看到站在旁边的书记 连忙邀请他坐下来一起吃 书记却感觉脸上扫得慌 让他们如实跟自己反应问题 如果合情里一定会帮忙解决 你们政府不能把我们的庄网厂 一拆了之啊 我们的补偿怎么算 对啊 我们的补偿呢 严书记啊 我是开小庄网窑的 祖传了二百多年呢 政府不是说要保护传统文化 保护传统工艺的吗 我这个可不是一般的庄网窑 我是烧制传统工艺品的 你怎么说给我拆就拆了呀 是啊就是 这些问题都要记下来 严书记啊 你把我们的意见都记下来 会不会日后 大家请放心啊 我们只是把它记下来 回去研究一下 你看我们刚才 也没有问你们的姓名嘛 是不是 这时书记注意到 角落里的两人西装革履 跟这里的村民格格不入 明显是一副小老板的样子 连忙问他们有什么问题 可两人却一言不发 哎哎 严书记问你们话呢 政府搞转型升级 我们也理解 也服从 但是你们砸了我们这些小厂小矿 赶走了我们这些小厂矿 也解决不了问题 那些个有问题的大厂 你们为什么不拆 能再说到具体点吗 哎哎哎 我跟你们讲啊 你们讲话是要负责任的啊 严书记 他们说的不是事实啊 这次污染整治 在我们乡啊 凡事纳入范围内的 完全一视同仁 不搞特殊话的 他说的是真的吗 陈书记都说了 不是事实 那就不是事实了 那是我们造谣 行了吧 两个小老板起身就要走 书记连忙陪校打圆场 大家听我说两句 看得出来啊 呃 今天大家心里都很不舒服 有的人呢 心里带着一股火 有的人心里是有委屈 我觉得之所以出现 这样的状况啊 那是因为我们政府的工作 做得不到位 根据我的初步了解啊 我们的工作当中 确实出现了简单化 粗暴化 甚至扩大化的情境 作为江南县的县委书记 我在这里 给大家赔个不是 希望大家 能够给我们一点时间 让我们好好的调查一下 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同时啊 我也有个小小的要求 希望大家吃完饭以后 能够邀请我 到你们家去 到你们的企业中去 让我们好好的实地调查一下 大家觉得这样可以吗 看到书记如此真诚的表态 在场的村民都很是意外 像这种干部 他们还是第一次遇见 难道江南县的天真的要变了 等到大家吃完饭后 除了乡领导 所有人都开开心心 就连车上的吃喝车都被洗掉了 严书记 是我们洗的 对不起啊 您是的好干部 我们错了 你们没有错 错的是我们 我们工作当中确实是有失误 你们提问题是好的 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嘛 对吧 但是今天的行为呢 稍微想过急 下回要注意啊 还有啊 这洗车的钱 我就不给你了 那行 不久之后 县委书记严冬雷请村民吃饭的事情上了报纸 这本来是件好事 可副市长却跑到市委书记那里告状 他就是那么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作风跋扈的人呢 原来之前副市长一直在抓工业经济 要求江南县停止环境整治工作 严冬雷虽然名列上答应的痛快 可暗地里却一直无事 副市长恨得牙痒痒 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 要将情况汇报到组织部 请他们重新考虑严冬雷的任用问题 还说他不懂人情事故不够成熟 但却被市委书记一番暗示 对一个人是否成熟 到底应该怎么看啊 我觉得生活中 有些所谓成熟的人 他们遇到问题绕着走 整天揣摩领导的意思 对上奉承对下笼络 他们不是把精力放在工作上 而是放在如何编织关系上 你说这是成熟吗 这是庸俗啊 我们不能把庸俗当成熟啊 对是 事后鲁副市长还是有些不痛快 于是就找严冬雷警告了一番 让他一定要把经济发展放到第一位 说江南县是欠发达县 老百姓都吃不饱肚子 要绿水青山又有何用 严冬雷听着也连连点头 刚回县里他就召开了大会 鲁副市长也亲自出席 之前严冬雷答应得很痛快 可刚一上台讲话 又把副市长的脸打得啪啪响 同志们 我们的经济发展 必须要转型升级 这是大道理 而我们所强调的欠发达县 这个难那个难 这只是小道理 小道理 必须要服从大道理 所以我们江南县 绝不能重蹈那些发达地区 曾经走过的弯路 我们必须要实现超常规的赶超 我们要靠环境综合整治 倒逼升级转型 所以说 像这种带血的GDP 我们就不能要 严冬雷讲的热火朝天 台下的干部们热烈鼓掌 可县长跟副市长的脸色却很不好看 接下来轮到县长张图讲话 可一开口就跟严冬雷杠上了 环境综合整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阶段性任务 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充分重视 在行动上扎实有效的做好这个工作 同志们 借今天那个机会 我要重新强调一下 我们县的工业经济工作 各乡镇 各有关单位 一定要抓好工业经济工作 特别是招商引子工作 最后轮到鲁副市长讲话 严冬雷同志和张图同志都做了很好的讲话 确实 在一个星期内 在权限的范围内 搞一次环境综合整治是非常有必要的 要不然 你们对省理是交不了差的 但是啊 同志们 但是 不要忘了抓经济 经济工作 是中心任务 而工业是经济之本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招商引资啊 同志们 开完大会后 所有干部都敏锐察觉到了领导们的不和谐 也很不看好严冬雷这个新任书记 因为环境整治牵扯到很多干部的切身利益 砸了小厂小矿就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 几个乡干部找到副书记 问他这次是不是也是走走过场 副书记倒是气定神仙 说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也就是轰轰烈烈的搞一次刑事主义 等这把火烧过去就万事大吉 刚把几个人送走 县里退休的老书记就来到办公室 他的亲戚们也办了很多污染严重的场子 害怕这次被整掉 就过来用言语点拨 说江南县是本地干部的地盘 还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指指点点 退休书记刚刚说完话 又来了个退休的县长 很明显这里面牵扯了太多人的利益 严冬雷虽然是一把手 但俗话说强龙不压地投舌 以后的事情还真说不准 当天晚上县委的干部们在食堂举行了欢迎宴 本来应该是欢声笑与公愁交错 可现场气氛却无比严肃 张县长身为原来的一把手 本应该第一个发言 可他却坐在那里装傻 严冬雷见状只好亲自起身敬酒 所有人都拿起酒杯 可张县长却根本不给面子 环境综合整治 是一场攻坚战 同时啊 在今天的会上 鲁副市长也明确地指出 打好工业经济的翻身仗 同样也是一场攻坚战 张县长说的没错 但同时啊 它也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 所以我觉得我们当务之急 是要抓好阶段性的工作 就是搞好环境综合整治 这一项阶段性的工作 对 环境综合组治 同样也是一个长期的 复杂的 艰巨性的工作 两人这一番针尖对卖忙 把所有人都给看傻了 愣是没一个敢开口说话 最后还是吴副书记站了出来 这两样长期性的工作 都很重要 但是在当下呢 环境综合整治阶段性的 攻坚工作更急 呃 我同意严书记的意见 这人就是个墙头草 之前张县长当一把手 他就支持搞经济 现在换人了 他就改了态度 当场就倒向了严东雷这边 还请大家一起给新书记敬酒 可看张县长不动弹 这些老部下的手 顿时都僵在了半空中 吴副书记健壮 只能信心坐下 严东雷的心里很生气 当场就立下了自己的规矩 说点话 也不怕得罪人 我今天啊 想先立一个规矩 大家都说 江南县 是欠发大县 那么我希望从今往后啊 我们班子之间 就不要互相请吃饭 也不要互相请喝酒了 谁要是有了亚性 有了酒性 可以等到下班以后 自己掏钱小具 绝对不可以用公款吃喝 今天这桌子韭菜啊 是我自己掏的钱 酒也是我拿来的 所以大家敞开了喝 我请客 啊 严东雷这番话 显得自己非常轻刀 但越是这种态度 就越容易得罪人 当浑浊成为了常态 清白反倒成了一种做作 因为他不是主流 所以就会被排斥 当真正的罪多了 便不叫罪了 和他对立的反而叫罪 因为少数服从多数 这个酒啊 还是喝得起的 东雷啊 这都是惯例了 规矩是人做的 惯例也可以打破 从欠发达县的实际出发 我希望在座的 每一个领导干部 都能够以身作则 做好带头作用 拒绝公款吃喝 刚才严书记 对喝酒的问题 做出了决定 我先做一个表态啊 我今天就开始执行 立即执行 从现在开始 酒 我不喝了 我先走一步 张县长摔杯而去之后 严冬磊也冷着脸离开 这场欢迎宴最后不欢而散 事后吴副书记来到办公室 首先是跟严冬磊表明自己的立场 表示自己跟他是一条战线的 但随后就搬出了以前的老书记来施压 严冬磊很清楚他的意思 也知道这是大部分干部的想法 于是决定温水煮青蛙 之前省里来了考察组 结果却从河边发现了一整袋的死机 因为这件事 江南县被省里点名批评 还上了电视 市民们纷纷去超市抢唇净水 造成了十分不好的影响 这件事的起因是在江南县的潘家村 我跟你说没说过 我让你把那些死东西给我埋得远远的 埋到深山老林里去 你说 是你自己去埋的吗 我错了 我不该再往下包了 你聪明 你连我的钱都能赚 你太聪明了 曹府局长已经说了 这件事情一定要查清楚 公安局说要查 他能查不出来吗 潘哥 你给自己调柄路啊 潘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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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柄路呢 有一条 能不能走得通 我也不知道 你进去之后 姚锦阳 把所有的事情 你自己担下 不管你做多久的 我每个月给你加了一万块钱 等你出来 我再给你三十万 哎 我人之意尽了 行我愿意 进去之后 我让你买死猪的事情 一个字都不能提 烂在肚子 明白吗 潘凯本想让阿六进去当替死鬼 可又害怕他扛不住审讯 最后再把自己给交代出去 于是就反摇仰直户一口 说是他们乱扔的死机 上任县委书记也因此被免职 这才轮道言东雷上台 潘凯跟公安局的曹副局长一直关系密切 手里还握着他的把柄就以此为要挟 让他把死机事件跟自己撇清关系 当初人家小贱队应该是一往情深 我就是撮合了一下对不对 再说了 这种事情只有好朋友兄弟才会为你这么做 我们就是兄弟啊 我们是一人俱人 一损俱损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之后潘凯手下的散养户在网上造谣 把死机的事情全扣在了规模养殖户头上 潘建强是规模养殖户的领头 双方在网上展开唇枪舌剑 最后干脆深夜约架 两伙人在水坝上展开对峙 潘建强知道是潘凯扔的死机 因为他开了一家病死动物处理厂 为了赚钱经常偷偷上山挖坑 潘建强还拿出一份用电表单 当场拆穿他的谎言 潘凯眼见说不过就动起了手 双方人马很快死打在一起 不久后警察赶到 将在场所有人全都抓走了 可因为潘凯跟曹副局有关系 刚进去就被放走了 还让他好好教训一下那些人 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惹自己 村民们看着他嚣张的样子 气不打一处来 干脆就大闹警局 最后这件事就捅到了张县长那里 他让各乡镇立即开展养殖专项整治 要求立即拆除所有小规模养殖场 还要打击散养户 可这明显就是一刀切政策 乡领导陈忠自然知道怎么办事 这些人的工作能力不咋样 欺负老百姓倒是很有一手 隔天就带着拆迁队跑到了村里 这家养殖户养了一百头猪 可按照张县长的指示 两百头以下就属于散养 必须要强制拆除 哪怕手续齐全都没用 不久后严东雷书记从市里返回 很快就看到了陈忠写的标语 一个比一个夸张过分 严东雷越看越生气 立马让人打电话给宣传部长刘妙妙 要求立刻叫停违规宣传 之前的养殖户有一百多头猪 都算是整个县里排的上号的大户了 普通的村民更是逃不过去 家里仅有的几头猪都要被没收 村民急得都快跪下了 拦在车前面不让抓猪 乡长健壮也十分头疼 这时严东雷刚好路过 看到前面的情况连忙下车查看 乡长健是书记来了 冷着个脸也不正眼看他 严东雷健壮很是纳闷 乡长满肚子委屈 一开始还小心翼翼的说 结果越说越气声音也越来越大 在场的村民们纷纷都围了过来 严东雷根本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 就让村民们畅所欲言 政府把我的养猪场给拆掉 不让我养猪 那就是断了我家口粮 砸了我养家户口的饭碗 说拆就拆 总得有个说法吗 怎么赔偿啊 就是啊 怎么赔偿啊 你让我离家老家怎么活呀 就是啊 领导 我们家就养了五头猪 一头自己杀了吃 剩下四头 卖了公孩子上学 我们家还有两个病人 你说 你们不让我们养几头猪 我们这日子可怎么过 有的日子怎么过呀 太不想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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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我们家 孩子们都出去打工了 家里就剩下我们老两口子 你说 除了地里那点活 时间有的是 养几头猪 一个占点时间 另外 也增加点收入 有什么错 对啊 你们说 有什么错 当初也是你们就养的呀 现在又不让养了 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后 严冬雷亲自去了村民家 却发现他们明明是养猪的 家里却连肉都吃不起 养猪的那点钱勉强够养家糊口的 现在竟然连猪都不让养了 岂不是彻底绝了老百姓的生路 不闹事才怪了 严冬雷的眉头很快皱了起来 觉得整治工作也应该停一停了 因为这件事 严冬雷跟张图也产生了很大分歧 谁向上负责不向下负责 用粗暴简单的方法去搞整治 老百姓会怎么看待我们 会说我们是懒政堕政 懒政堕政 笑话 我们积极主动的搞强力整治 怎么就成了懒政堕政了 你一直在关心环境整治问题 整治无需养殖就是在整治环境啊 东雷同志 这是根本性的错误 无需养殖造成了一定的污染 但比这污染更严重的是工业污染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整治无需养殖 就当成环境综合治理 好 我们现在只说整治无需养殖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能忽视方方面面的群众的利益啊 如果我们搞不好啊 老百姓是会骂政府的 好呢 我们不要再争下去了 毫无意义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现无需养殖的专项证之活动 违背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治理污染的初衷 存在着损害群众利益和揽冲堕证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会如实地向上级归报 严东雷始终认为 把矛头对准老百姓的积压 那只是他们为了死鸡事件跟领导交差 不久之后 他就下发了关于环境综合整治的规划 将矛头对准了全县的小厂小矿 决心打破这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网络 还亲自下乡检查 路上却看到了一块超大号的宣传牌 觉得有些奇怪就下车检查 结果牌子后面却是一个巨大的烟囱 还在不断往外冒烟 之后他又去乡里参加动员大会 却发现来参加的乡器们 都是为了免费礼品来的 有的是在家带孩子的老人 有的更是普通农民 根本就不是搞厂子的 随后他又来到拍摄背景 却发现这里是个早就搬迁的电镀厂 十几年前就荒废了 副县长王华说 每一次环境整治都拿这里当背景 之前叫东风电镀厂 现在叫新时代电镀厂 环境整治表面一派热闹的景象 但大家都跟以前一样应付了事 两个人晚上去吃饭 还遇到了建设局的两个组员在看球赛 整个工作组只有他们两个人 局长和副局长都不在 你们局长为什么不带队 这个 我们我们黄局长说还有别的事情 那副局长呢 行了 你们接着吃饭吧 我们一定要把领导给我们的这四任务 完成的彻彻底底 每一步 每一个细节 都不能错过 你们这个质量不行的 严重污染 换掉 还有这个 这一看有质量不行 也要拆掉 严东雷气不打一出来 回去就把建设局长叫了过来 这人嘴上说自己是来检讨的 可却根本就没个检讨的样子 满脸笑嘻嘻 进门还得自己倒了杯水喝 还大言不惭的说对付一下就完了 搞那么认真干什么 还说以前大家都是这么干的 我是第一次碰到像您 这么较真的县委书记 真的 你说环境整治的这个问题 在咱们县里 他已经搞皮了 而且咱们县是欠发打县 这个事他没法当成是当务之急 咱们县里有号召 那我们有行动不就完了吗 你看我这次的行动 比以往声势都要浩大 对付一下就完事了 我看你这不是来做检讨的 你是来教我怎么当官的 严冬雷虽然很生气 但也知道他说的也是大部分干部的心里话 心里头十分无奈 想骂都骂不出口了 隔天他就紧接着召开大会 严厉批评了这些套路 高调响应 消极应对 到最后不了了之 骂他们彻底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严冬雷叫来了所有乡镇的镇长乡长 还请来了摄影师教他们学习摄像 说是半小时后继续开会 众人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还真的拿起摄像机学了起来 半小时后严冬雷返回 让他们拿着摄像机回到各自辖区 把整置点的现状全拍下来 半个月以后再拍一次 然后到时候开会对比 为了防止他们弄虚作假 严冬雷还让宣传部长刘妙妙联系电视台 要求将录像滚动播出 让老百姓监督大家的工作 这一招可以说是相当有效了 电视台的记者天天跟着 再加上老百姓知道本地情况 想弄虚作假都弄不了 但这番动作却触碰到了很多人的利益 其中就包括墙头草无副书记 他跟曹副局一直充当着 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角色 担心这次整治会波及到阿六 于是就想出个主意 故意把污染目录外的公司也一起整治 把事情闹大好 让严冬雷知难而退 面对这种局面 很多企业的老板都很生气 甚至有老板让孩子穿上寿衣 拿着孩子来威胁政府 看到拆迁队的要上手 当地的老板和工人纷纷一拥而上 副县长王华想要上前制止 结果却被一肘子打掉了一颗牙 双方一时间都失去了理智 旁边的秘书这一看连忙打电话报警 不久后曹副局带着人赶到现场 当场就要抓走王石头 不料王华却拦了下来 说这是自己的意识疏忽导致的 再说带走他也解决不了问题 他将人群遣散 劝王石头再好好想想 随后就离开了 王石头捡起地上的牙齿 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是好了 离开 潘凯后脚就纹着味儿来了 还劝他跟着他们明天去市里上访 隔天一帮人就来到了市政府楼下抗议 就连鲁副市长都惊动了 严东雷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连忙让王华去市里解决 不料张县长突然出现 说自己最了解那些人 就亲自带队过去了 潘凯一看是张县长来了 跟王石头说了一声就连忙撤退 剩下的这几个带头的也根本不是开场的 张县长对他们了如指掌 从前就是这几个最爱闹着上访 肯定是被人指使想借机捞好处的 张县长三言两语把几个老油条按了下去 带头的一走闹市的人也闹不下去了 至于罪魁祸首攀台 则打死都不承认是自己领头 虽然事情暂时解决了 但隔天鲁副市长就来了 他对月季上访的事情非常愤怒 要求江南县立刻停止环境整治工作 严东雷再三争取也没有成功 终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但是口头答应总归是口头上的 想落实工作还是需要他亲自签名的 无副书记很快起草了通知 结果严东雷找借口要下乡视察 无副书记让他带着上车看 严东雷又说字太小 让他重新打印一份 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之后几天 无副书记和郑月峰又改了好几次通知 可严东雷就是不肯通过 还打起了太极 说最近情况有所好转 还发这样的通知就有些不合时宜了 气得郑月峰当场撕了稿子 可很快就出了意外 之前去乡里考察的事情被人颠倒黑白 造谣他胡吃海喝 还专门找记者给自己歌功颂德 这让市委书记很是生气 第一时间就要去江南县搞个清楚 可还没等他动身 严东雷就已经到了 刚坐下就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严东雷丝毫不敢反驳 还拿出一个小本板 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 千种现象半条原因 最根本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时时刻刻 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严东雷同志 涉及到群众利益的重大事情 又跟群众商量着办 作为一个合格的县委书记 除了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 忠诚 担当 敢作敢为之外 还有有善作善为的能力和水平 总之 体现一个地方的党委政府 是不是具备很强的现代治理的能力 关键就是看 党的领导 发扬民主和依法办事 结合的好不好 书记我明白了 那你觉得 你还有必要在这向我解释吗 严东雷当场立下军令状 用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些问题解决好 否则就主动辞职 在回去的路上 他反复思考李挺书记的话 凡事要跟群众商量着办 回去后他召集大家开会 要求继续坚持整治工作 但可以略微放慢工作节奏 他还要求大家不能总是坐在办公室里 要主动下基层了解真实情况 由于不少领导跟违规企业存在利益关系 严东雷下发了一份连接承诺书 希望大家终止和企业的关系 吴副书记装作毫不在意 可心里却一跳一跳的 只能被迫签下承诺书 消息传达到基层后 很多基层干部犯了难 既不敢得罪县委书记 也不敢得罪自己的老领导 可吴副书记紧跟着抵达现场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没拆呢 该录像就得录起来了 第二期整职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们这第一期还没完成呢 什么 还有第二期 当然有第二期了 不仅有第二期 而且主要还是盯着 和领导干部有利益牵连的企业 什么 这锅我不当了 当天晚上 吴副书记家里围满了人 其中不光有亲戚 还有不少一直跟他有利益输送 严冬雷是被破格提拔的 说不定哪天拍他屁股就走了 可他们的厂子被拆 以后就得喝西北风了 陈忠和吴副书记为了保住企业 私下商量想了个办法 决定联合本地干部进行施压 那我安排几个可靠的人 你一定要可靠 如果要是出现 意想不到的后果 老领导 你放心 隔天县里召开环境整治大会 宣布了第二期整治的46家企业 严冬雷正在讲话 没想到陈忠却突然站了起来 我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陈忠总统长 你什么意思 我能力和水平都无限 所以 我请求辞职 你要辞职 是 严书记 我也不干了 我请求调放公司岗位 我也要辞职 我们那里困难太大 肯定完成不了 你们想干什么 这些人接二连三的请辞 摆明了就是要联合起来施压 吴副书记 假装呵斥 让他们全部坐下 可言 东雷不打算放过此事 询问他们辞职的理由 是不是因为不能签成诺书 也不是 就是干不了的 那你们其他几个呢 我的理由跟老陈一样 我事先声明 我跟任何企业没有利益前连 是我能力先干不了 工作难度太大 实在是没法干 之前我就听说 我们江南县 一搞综合整治工作 到了关键的时候 就会有人提出辞职 没想到 在今天这样的大会上 今天让我遇到 看来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难道说 我们县委 集体做出的决定 是错误的吗 严东雷让大家举手表决 觉得县委决定是错误的 只有刚才那六个人举起手 可轮到觉得正确的时候 其他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严主席 前几次整治工作 都整理不下去 问题就出来某些同志身上 我希望这些同志好好地考虑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 好 坐下 刚才你们几个要求辞职的 如果这是你们的真实想法 我希望 在今天下班以前 把你们的辞职报告 以书面的形式 交给县委组织部 县委常委会 会连夜开会研究 同志们 环境组合整治工作 是一场空间战 现在我们已经摆开了阵型 马上就要冲锋县阵 可就在这个时候 偏偏有人 要临阵切战 甚至准备丢盔器甲 影响军心 这是什么样的行为 是逃兵 可耻的逃兵 严冬雷的态度 让这群人始料不及 开完会后就聚在了一起 以前他们都是用这种方法对抗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却不好使了 陈忠觉得严冬雷是要动真格的了 当天就找到了县委办公室做检讨 他说现在不是辞职不辞职的事情了 他听从常委会的处理 还深刻的表示了 对所作所为的后悔 我不是公委你 严书记 我真心觉得我们 遇到了一位想干事的县委书记 江南县是有希望的 我个人是想请求你 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先别把我一录到底了 能不能让我在 乡党委书记的位子上再干一段 我答应你 我向你保证 我一定在接下来 在这段时间里边 我带领着大家 率先在全县 把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做好了 完成了 也算是 弥补我之前在这方面的重大失职 你还想当这个官 你觉得你有这个资格吗 这一句话把陈忠说得哑口无言 但虽然嘴上这么说 严东雷还是没有处理他们 而是高高拿起轻轻落下 给了他们一次机会 陈忠等人被全程拿捏 也意识到胳膊拧不过大腿 纷纷让自己的家人去联系亲戚 让他们马上按照要求拆除 吴副书记跟曹副局也丝毫没有办法 要是他直接将几人免职的话 还能抓住他的把柄往上告状 可这种做法却恩威并失 直接把陈忠几个刺头策反了 整治工作再次井然有序地开展 这次却没了之前的阻力 但还是有不少村民告状 说县里的大企业他们不敢拆 只敢欺负他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刘淼淼文言有些意外 立马来到一家不在目录里的砖瓦厂 结果刚来就看到那正在冒烟的大烟囱 说要进去检查 老板文言连忙进去打电话找关系 不久后检查组的电话就响了 原来这家厂子的老板是无副书记的堂哥 而且对抗意味十分明显 当场就把大门锁住 不让检查组的人进去取证 让他们给司法部门打电话 现场监督工厂开门 无副书记的堂哥跑来找他 可他已经签了承诺书自然不能帮他 堂哥却非要他负责 无副书记只能拜托郑月峰 说什么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拆迁队等了一整天 可却始终等不到拆迁的命令 这时郑月峰跑到现场 这个立新砖瓦厂啊 是他当初呢 他复制的一个点 所以啊处理这个厂啊 还是要从大局出发 总的来说 不要违反原则 不要搞特殊化 但是我的领会是 处理这个 可以帮到最后 对啊对啊 吴副书记 刚才月峰副县长 转达了您的指示 关于立新砖瓦厂呢 您的意思是 一定要坚持原则 不能搞特殊化 是吧 我真没想到 您对我们拆迁工作这么支持 我们真是太感动了 那好 那太谢谢您了 立刻进城 你这是干什么 这可是上院批准的 我也是照张办事啊 不能进去 您这怎么办 您不得这样 刚刚拆掉了立新砖瓦厂 吴副书记又连忙撇清了关系 在开会的时候好一番表态 说坚决支持和拥护 严东雷的决定 拆迁工作的进展虽然顺利 可问题也紧接着就出现了 厂子总不能一拆了事 总是需要进行补偿的 经过整理计算后发现 总共需要超过两个亿的资金 而张县长正好就负责县里的财政 看到报告上的数字 直接就把纸笔一扔 直言自己这个县长没法干了 严东雷可不管你这一套 让他回去想办法 没想到张县长 直接就跑去市里告状了 这个县长我不干了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大问题 对 钱不是大问题 可现在是没有钱呢 一期的工作经费 再加上各种纵策的兑现 里里外外 前前后后 我是收藏瓜度 只要干扰我都扫了一遍呢 好不容易凑齐了 也不过就是一个亿啊 张县长看他这个态度 知道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之后不久 鲁副市长亲自来到江南县 在严东雷的陪同下 视察了所有乡镇的整治工作 还当场对河水指标展开考核 最后各项指标也都达标了 鲁副市长对这种情况非常满意 也同意可以继续进行环境工作 但是考虑到经费问题 提出可以放慢节奏 但严东雷坚持一股作气 解决剩下的问题 张县长文言连忙出言反驳 说再这么搞下去 县里的财政就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鲁副市长知道严东雷的脾气 干脆也不想管他了 就把这个问题丢给他们自己商量着看 然后掉头陶叶似的就走了 只剩下两人坐在原地 气氛一时间无比尴尬 想要搞钱 自然只能从招商引资上入手 严东雷隔天就去了优能皮业 这是青州市最大的企业 也是江南县的经济支柱 董事长严阿龙跟严东雷还是大学同学 关系自然非常不错 他同意兼并县里小企业的事情 但也提出了一些条件 税收减免和政府补助都不能少 严东雷回去后检查又能皮业的污染数据 却发现环保局根本没有保留 局长说以前的领导为了保护重点企业 所以就故意没有留下数据 严东雷随后找到春江集团董事长苏小兰 这也是一家大型的企业 而且是做环保产业的 本来对方都答应了要来江南县开发 可他不知从哪得到消息 说是优能皮业的污染不解决 他就没办法开这个头 他还拿出了一份关于优能皮业近期污染的报告 严东雷刚开始还笑呵呵的 可刚看了两眼 脸色立马就阴沉了下来 在回去的路上 王华告诉严东雷 优能皮业的情况特殊 一直都是和张县长直接联系的 就算有什么污染问题也不会擅自处理 王华认为环境整治工作遇到这么大的阻力 和张县长也有很大的关系 他的思想依旧没有转变 依旧觉得工业经济要比环境重要 两人并没有回县里 而是直接驱车来到优能皮业总部 来来回回地视察了一整天 又去了工厂的排污核断 经过检测后发现 企业下流的核断污染严重超标 严阿龙见状自然是推卸责任 严东雷也不反驳 说要请省里的专业机构来进行检测 还给严阿龙看了那份检测报告 严阿龙见状大吃一惊 说这肯定不是现环保局给的 那就只有苏小兰了 他气急败坏地去质问苏小兰 两人跟严东雷曾经都是同学 严阿龙说自己把钱都投了房地产 现在资金极度紧缺 根本买不起环保设备 请他放自己一马 最终两人不欢而散 一个星期之后 严东雷请来了省里的专业检测团队 一行人趁了夜色在周围检测 发现大气的污染指标超出了三倍还多 至于河水污染更是严重 光跳下去就能看见不断往外排的废水 掌握了充足证据后 严阿龙也没法狡辩了 但严东雷没有直接对外公布 而是让王华和环保局来进行处罚 毕竟优能皮业是江南县最大的企业 严阿龙还有些不死心 让王华立即打电话给严东雷 但这件事就是领导批示的 王华 你知道你这么干的后果严重性吗 我们这个企业 占了江南县全部工业产值的二分之一 最终负献的三分之一 严老师 我当然知道优能皮业 在整个江南县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但是我要提醒 你的企业产生这么严重的污染 最终会将我们江南县 环境织物计划的成果毁于一旦 还有 你在整治行动中如此的顶峰作案 已经不是简单的违规问题 而是严重的犯法 甚至犯罪 我跟你说不通 东雷啊 我有个事情要向你 他是不会接你电话的 随着赔偿款的越发短缺 郑月峰提议让优能皮业欲缴税款 这样就能压住那些小老板的情绪 张县长也觉得十分靠谱 不料言阿龙却不请自来 跟张县长告状说企业被严东雷停了 一天就损失上百万 想让他提前交税那是不可能了 张县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立马就找严东雷商量此事 说停产整顿不可取 很有可能就把这个企业整趴下了 这对江南县的财政而言是致命的 他不赞成这么做 王华的态度却很坚决 决心要给优能皮业一个教训 而且严东雷也是这么想的 张县长虽然不赞成 但说话也不算数 无奈之下 他只能去找鲁副市长告状 说到目前为止 又能皮业已经遣散了300多名员工 鲁副市长觉得这是在要挟政府 他是支持整改的 但也不能用力过猛 建议严东雷控制处罚力度 可以让他们边治理边生产 严东雷嘴上虽然不断硬核 但态度却异常坚决 摆明了就是不听 这让鲁副市长很生气 转头去找李挺书记告状 不料李挺却十分满意 还想跟省委做专题汇报 给严东雷邀功 事情传回江南县之后 严东雷突然收到消息 说是又能皮业正在跟隔壁县接触 传闻是想把企业搬过去 这种情况就不得不让严东雷重视了 最终只好妥协 决定恢复又能皮业三分之一 没有污染的生产线 可这种退让反倒像是示弱 严阿龙得寸进尺 又找来说要全面复工 还说他们俩是一起长大的 不能当了官就忘了以前的勤奋 但不管怎么说 严东雷就是不松口 而且严阿龙刚刚回去 严东雷就又派人来检查了 还要他们把油性生产线都开动起来 看他们有没有整改 严阿龙只好通知让操作人员快点回家 可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 现在整个江南县的目光都在优能皮业 严阿龙为了转移视线 就在深夜找人往水里扔死鸡 又想把屎盆子扣在养殖户的头上 隔天严东雷正在吃饭 突然得知自来水厂的取水口出现了死机 别的地方还能说过去 扔到取水口就有些严重了 严东雷治下严令 务必在一个星期内查清 曹副局长经过调查发现 这件事和严阿龙脱不了干系 便主动上门暗示 两个人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曹副局长为了钱 选择帮他把这件事情隐瞒下来 像这样隐晦的权钱交易也不是第一次了 记者跟严东雷举报 说是潘凯办的处理厂经常为了降低成本 以深埋的方式处理病死动物 甚至还经常扔到江里 而且曹副局长和他关系也很好 说着还拿出一份录音笔 这让严东雷意识到了严重性 正好现公安局的新局长杨健赶到 这人是外地声调来的 没有本地干部那么复杂的关系网 严东雷正好把这件事交给他负责 在跟吴副书记商量后 两人决定让杨局长亲自破案 同时让曹副局等参与过此案的人员回避 曹副局收到消息后 知道自己即将暴露 他必须立即抓住阿六洗清自己的嫌疑 便去找潘凯让他尽快把阿六送来 而且不能是自首 一定是要被他抓到 如果这个案子不揽下来 那说明这个案子没有破 现在是新局长亲自作证指挥 如果他继续查下去 你就死定了 行 走去 我姓柳树 告诉阿六 两个小时之后 我要亲自抓到他 让他把手机开着 好 我这就去安排 两个小时之后 曹副局待人在山里抓住了逃亡大半年的阿六 同时又在他的指认下 发现了多处河边的病死动物填埋坑 轰动一时的死鸡案件就此告破 但潘建强和记者都知道 这里面全都是官官相护 阿六顶多就是个替死鬼 记者向严冬磊表示了自己的想法 但凡事都要讲证据 他也不能仅凭着推测来办事 意思就是让他暗中收集证据 他的心里也明白 如果曹副局这次没抓阿六 他反倒不会怀疑 现在更像是预盖弥彰了 隔天鲁副市长来潘家村视察 说想找几户农户了解情况 一行人便来到一位老乡家里 不料人家根本不搭理他们 还说一个都不认识 哪怕乡书记说这些都是大官 老乡仍旧是一副爱打不理的样子 鲁副市长见状连忙陪笑 问他做这些是不是要拿去卖 老乡的态度却非常不好 大领导啊 现在还会有谁买这些东西啊 您那太不了解农村的情况了 老乡 那您还做这么多干嘛呀 我说 你们问这些干嘛呀 想知道 行 那我告诉你们 闲得无聊 没事做 老乡 您说话干嘛那么冲啊 怎么 还要我唱戏文给你们听吗 这个乡 是我联系的 但是我有些日子没有来过了 今天我一来 看到乡亲们这些年的生活 没有多大的变化 我这个心里啊 也很不是滋味 大领导啊 别说些没用的东西 我忙着呢 你们该干嘛 就干嘛去吧 走快走吧 我就不送了啊 走吧 那好 那好 您先忙吧 这 这老乡球太不高了 但你的绝物又在哪里呢 他不认识你 这个村的村民他不认识你 你这个乡党委书记是怎么干的 村民不认识县里的干部可以理解 但就连乡党委书记都不认识 那就是乡里的工作没做好 鲁夫市长对此也很生气 此时的潘家村村委会 也变成了聚众打牌的场所 村民潘三宝整天好吃懒做 每次乡里不给他发低保 他就跑去县里闹市 就这样能过一天是一天 听到村里来了大干部 连牌都顾不上打了 冲过去就跪在了地上又哭又闹 说是乡里不给他发就寄款 还客扣他的低保 鲁夫市长这一听问题很严重 哎呀 领导呀 没有旧纪款没有低保 能不能先给我点慰问金啊 我也得过日子呀 大领导 我跟你讲啊 不要相信他呀 他乱讲了 哎呀 领导呀 我讲的真坏呀 我讲的真坏呀 他打了一个好帽子来一下 我容易吗我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我回头了解一下 乱了套了 哎 你这个乡党委书记怎么干呢 不久之后 严冬雷和王华匆匆赶来 鲁夫市长指着不远处的荒地 问他还记不记得这里 潘家村就是严冬雷大学毕业后的第一站 当年像老书记曾带着严冬雷和郑语峰 来这里开辟农田 而且这里的村民都还记得他 听到是他来了都过来慰问 转眼过去了二十年 从外没有大领导来过这个小山村 村民们的手里没有钱 年轻人也都出去打工了 也没什么劳动力了 干部也不管事 当年向老书记搞农业开发 本来搞得非常好 可是后来省里要抓经济 就来了很多采矿队 把农田都挖成了荒地 鲁夫市长直到现在才了解了真实情况 要求严冬雷立即想办法 等到领导走后 严冬雷又去找了之前那个老乡潘长林 本来他还是一副爱打不理的样子 结果看到是严冬雷 脸上立马就露出了笑容 当年严冬雷在这个村子里被蛇咬了 就是被潘长林救下来的 二十多年前他们一帮小伙子 还偷偷抽了潘长林不少烟 如今潘长林还在种汗烟 想把这些荒废的田腹率 吴乡长闲来无事也跟着他一起干 他还希望乡亲们都加入到腹率行列中来 这句话给了严冬雷很大的启发 当场就给出承诺 农户只要腹率一亩地 政府就掏钱补助五千块 潘长林这一听立马就瞪大了眼睛 放下豪言说自己要承包两百亩 这样他就是百万富翁了 高兴之下还想回家给严冬雷顿大鹅 三宝也跟着一起帮忙 午饭时间 严冬雷一字一句地听着潘家村目前的现状 三宝三句话不离旧计 埋怨自己的日子难过 严冬雷的心一软 就自掏腰包给了他一些钱 哪怕吴乡长给他使了个眼色 严冬雷也依然给了 潘长林也恨铁不成钢地告诉他 一定要领严冬雷这份情 不要又拿去赌博了 不料三宝拿了钱高兴坏了 抱着一盆顿大鹅就跑了 回到县里之后 严冬雷立即召开了关于农田富翠的会议 同时也注意到了乡村干部的问题 要求在全县范围展开一次全面检查 同时将部分干部免职 以此来改变乡党委的工作作风 农田富翠的消息传回村里后 潘凯第一个就有所行动了 因为他在山里埋了很多的病死动物 害怕被政府发现 就让三宝没日没夜地在山上放夹子 一个夹子足足给他十块钱 要求铺满整个山头 避免让别人上山 他们好在晚上去处理那些尸体 向老书记听闻潘家村的事情后 也亲自过来了解情况 严冬雷和郑月峰亲自陪同 他本是满心欢喜地来看自己种下的成果 可没想到看到眼前这一片荒地 心里只剩下了失望 随后三人又来到党员活动室 却看到三宝等人正在这里聚众打牌 看到这样的场景 向老书记深屌痛心 对严冬雷和郑月峰好一顿批评 然后让他俩挂上党旗 背诵当年立下的誓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 我念不下来 这誓词里面的每个字 都重如千军了 你既然宣了誓 那就应该在你心里的每一个角落 必须把每一个字 重重地砸下去 钉在那 共产党员 怎么敢忘记自己的誓词 我看 你这些年的表现 就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回想过 你当初的宣誓 反而是离你的出行越来越远 被老领导大骂一通后 两个人都是如坐针毡 当晚彻夜未眠 商量着怎么能把潘家村发展起来 村子里没人办事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严冬雷决心要把富裕搞好 因为农民有土地才有根 所以必须尽快出台新的土地政策 回去之后 向老书记还专门给县领导班子开会 讲了很多当年自己在这里的事情 与此同时 严阿龙又一次找来了 催促严冬雷赶快找人去验收 这样他的公司才能复工 严冬雷心中有些疑惑 这才过去几天就整治好了 但还是派郑月峰过去验收 严阿龙不想花那么多钱解决污水处理 所以只是来人检查时开了设备 真要全面复工 这几个设备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倒是勉强能应付过关 至于以后的事情只能到时候再说 不久之后 关于土地富裕的政策终于出台了 宣传部派人到各乡镇宣传 鼓励大家一起加入到富裕的队伍中来 听到政府给的补贴十分高 村民们也纷纷响应 想着把家里的孩子叫回来一起发家致富 形势也是一片大好 可意外很快再次发生了 张县长不同意让农民参加富裕工作 而是要找专业有资质的公司来负责 他这样的决定其实还是为了财政好看 但归根到底 钱最终还是被公司赚去了 农民最后只能得到一些打工费 这样虽然可以增加税收 但是不会长久 他这一任把数据搞上去了 拍拍屁股就升官了 后面来的干部就得收拾烂摊子 严冬雷却站在村民的角度上考虑 两个人的立场完全冲突 张县长说这么做和上级政策是有冲突的 这不符合规定 但严冬雷依然想要增加农民收入 扶贫才是最重要的 两个人的意见最终还是没能达成一致 郑月峰听说这件试探的口气 张县长有他自己的大道理 当然也有他的小算盘 像这种小算盘势力的领导肯定也有 而且他也打听到 势力已经接到了很多企业的举报 一旦势力强行干预 负率政策是会被叫停的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 郑月峰在吃饭的时候带回消息 说市里的主管厅局同意了 反倒是相关厅局不同意 还说这是明显的分包转包行为 表面上冠冕堂皇 其实还是为自己讨好处 但严冬雷依旧坚持自己的意见 打算今天就去省城试试 张县长最终还是同意了 他明白严冬雷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 也很佩服他的所作所为 但他这么做很容易得罪人 说万一以后出了事 他们一定要保护严冬雷 不久后唐石头成立了巨石建材集团 这人就是曾经被拆厂的小老板中的一员 严冬雷和张县长等领导 都来参加了成立仪式 唐石头带着大家参观了自己的厂子 还拿出一份东西说要还给王华 里面竟然是一大笔钱 唐石头说自己当初欠了他一颗牙 自己走到现在也是因为王华 所以要连本带利的把十万块钱还给他 可这份举动却让三个人皱起了眉头 看他大大咧咧的 好像是真不懂这里面的问题 就提醒他拿着这笔钱做工艺 加入到负率的行动中来 随着负率工作的进行 散养户也都去种地不养动物了 潘凯的厂子也停工了很长时间了 他心里很不甘心 甚至扬言要去找他们算账 张县长却没给他什么好脸色 毕竟这些年政府没少给他补贴 他也早就赚得盆满钵满 张县长说县里可以收购他的厂子 但必须按照军价收购 潘凯不答应又威胁说要去市里闹 张县长再次警告他不要得寸进尺 当新老丈新账一起算 无奈之下 潘凯只好去找曹副局长出主意 结果却得知 农田富律里面有一个大商机 要比处理病死动物赚多了 隔天唐石头带着人和设备来到潘家村 准备跟村民们一起合作 大家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干活 不料潘凯却突然闯了进来 说要跟唐石头一起合作搞开发 他说自己是潘家村的村主任 要干什么都要经过村民投票决定 其实就是想分一杯羹 唐石头也知道他什么意思 当然不会同意 潘凯文言干脆就耍无赖 让手下的小地兰在车前不让干活 无奈之下 唐石头只好打电话把吴乡长叫来 这下潘凯没了办法 但还是贼心不死 他以村主任的名义找了两个人来开会 还叫来了三宝 让他们出去挨家挨户收购村民的指标 每亩地给三千块钱 付率完成后还给他们优先承包 至于承包费到时候再说 听到有辛苦费可以拿 三宝立即就去当了税客 部分村民看到能立马拿到钱就同意了 但还是有不少村民不信这个 像这种硬茬子 潘凯就带着打手亲自上门威胁 要挟他把指标卖给自己 可等签了合同之后 转让费却迟迟不到 村民找三宝要钱他就耍无赖 眼见自己被骗了 村民就去工地闹市 躺在挖掘机前面不让走 这个阿狗他是连他那条好腿都不想要了是吧 哎 你们吃饭了没有 给我扔走一边去 好好好 你们给我扔出去 好 什么 哎 我说你们 你们敢 你们谁呀 我 哎 我是残疾人 我是 我是工赏 我什么都好 你们是不我 我别理不我 我为天真 我都我工赏 眼看他们这么欺负人 村民怒气冲冲的去找乡长告状 不久后吴乡长就赶到了施工现场 要求潘凯不能强迫村民 可潘凯却仍旧是一副无赖样子 说这些指标都是村民自愿转让的 一切程序都合法合规 就连县委书记来了都没话说 与此同时 省里的考察组又一次来到江南县 并对环境治理工作表示了极大肯定 然而当天晚上突然下了暴雨 阿伯哥 虚纳是个屋水已经满了 马上就要艺术来了 怎么办 开闸 现在 我 什么 怎么在跟你说 明白 是现在就把房门打开吗 对 现在把房门全部开了 开工了 快快快 都开 快打开 全部打开 全大肯定大肯定 让我闭嘴 污水瞬间排到了江里 原本清澈的江面也变得漆黑一片 翻腾起了无数的化学泡沫 考核组的同志却没有走 当场就给抓了个现行 隔天两桶污水就被摆到了严冬雷的办公桌上 刚想有所行动的时候 郑月峰又传来市里的命令 说是今年的夏训格外猛烈 要求全县开展防训工作 严冬雷也顾不上优能疲业了 匆忙带着人下乡 很多村民因为家中房屋年久失修不得已躲在外面 情况十分危急 与此同时 暴雨引发了山体滑坡 整条公路都被巨石堵住了 不少人都被带到了最近的地方避雨 随着雨势的越发猛烈 山体也发生了二次滑坡 这时鲁副市长又打来电话 严冬雷在吗 严冬雷 老副市长 严书记他们已经去了一线 我现在负责指挥 塔山湾的山体滑坡了 有一条巨大的污水带 受处于临县自然水厂取水口 致使水体造成严重污染 临县生活用水受到影响 这个情况你知不知道 严冬雷急忙赶回指挥部 路上又接到了李挺书记的电话 优能皮叶这边 严阿龙心知肚明迟早会查到自己身上 他让人尽快把蓄水池放满 同时拿出所有颜料染色 这时外面又来了很多记者 严阿龙没了办法 就让秘书赶快放狗 在污水池放满之前 一定要把这些人挡在外面 记者们想爬梯子进来 结果看到底下的恶犬纷纷都退了回去 无奈之下只能给严冬雷打了电话 严冬雷立刻联系县公安局 要求他们立刻赶往优能皮叶 不久后警察终于强行破门 厂区工人匆忙撤退 却留下了许多的黑色颜料 记者当场就把证据拍了下来 现在严阿龙是在劫南逃了 可连锁反应还没有结束 因为污水带正好堵在了自来水厂的取水口 王华亲自带人去指挥爆破 爆破最终圆满成功 可巨大的震动再加上大风 路边的大树轰然倒下 正好就砸到了一名武警的身上 王华见状不假思索就跳进水里救人 可是水流湍急 再加上从上流裹鞋来的杂物 王华的头部不幸被击中 从此下落不明 当天深夜 严冬雷等人冒雨搜救 可是整整一夜过去 却始终没有发现王华的下落 可能是因为连夜的暴雨 被水流裹鞋飘走了 几天时间过去 王华遇难的事情也不可挽回了 妻子因此也一并不起住了院 郑月峰等人前去看望 把孩子接到了自己家照顾 严阿龙也因为污染事件被捕入狱 也如实交代了一切 今后恐怕是老底座穿了 由于江南县再次出现污染事件 省里的调查组去而复返 声称要彻查此次事件 严冬雷做了深刻的检讨 他来江南县半年多了 做出过许多努力 可却因为这件事前功尽弃 他把责任全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请组织立即将自己免职 不料张县长却突然替他求情 说自己作为优能皮业的联系人 其实他一直在袒护他们 还说自己一直不支持严冬雷的工作 两个人都想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之后调查组又询问了很多相关人员 大家都说责任在于之前的领导班子 严冬雷确实是个好书记 张县长却同志 他的主要经理都放到来抓经济工作者 所以在环境综合省政工作中 他就不明天负责任 严冬雷同志 你也太不实实求是了 咱们把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拦住 哎呀我让你上开 老张 事情最终尘埃落定 张县长受到了计大过的处分 王华始终没有找到 被判定为死亡 李廷带着江南县领导班子来目的看望他 也希望大家能够以王华做镜子 深刻的自省 之后闫东雷去火车站 迎接了闫阿龙的弟弟闫二龙 请他回来接管优能皮业 兄弟二人十年都没有见面 没曾想再见已是铁窗类 与此同时的潘家村 在吴乡长等人的主持下 潘家村罢免了潘凯的村委会主任一职 潘建强依法当选新的潘家村主任 潘凯作为作福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 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被发现 连夜派人上山挖掘死猪 这些东西一旦被发现 他的下场绝对跟闫阿龙一样 隔天三宝照常上山摆夹子 却看到昨天的夹子被压坏了 地上还有被挖掘的痕迹 于是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潘凯 他昨晚忙活了一整晚 现在还没睡醒呢 一脸不耐烦的就把三宝赶走了 三宝却是死性不改 刚有钱买点小酒喝 回家就要把羊给杀了吃了 但这是县里发的肿羊 一家人还因为此事打了起来 没想到严冬雷刚好下乡视察 撞到了这一幕 不由地叹了口气 俗话说扶贫先扶质 他就亲自去了三宝家一趟 三宝年轻时候也是个能人 但是当年赚了钱就被潘凯坑了 最后赔光了所有钱 妻子病死女儿远嫁 三宝也破罐子破摔了 二十多年前 三宝是潘山村呼风唤雨的人物 也是有名的致富能手 严冬雷建议他继续做苗木生意 眼下农田富律的工作如火如荼 潘山村需要大量苗木 三宝只需要把把关就好 这样靠自己的努力赚钱 每天两顿酒岂不是小意思 三宝确实是苗木行家 很快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潘建强买回来的苗 有一大部分都是死鸡苗 很明显是被人坑了 三宝连忙跑上山 把这些刚种下的苗木连根拔起 不久后村民们就把苗木全搬到了村口 这幸亏三宝看了出来 不然被骗了还是小事 种到地里长不出来 岂不是把一整年都荒废了 三宝说他知道是哪个缺的货干的 让潘建强先带着人过去 自己很快就到 不久后潘建强就带着村民们找到苗木商 嚷嚷着要个说法 尊敬才的苗木在这四林八乡都没有问题了 怎么到你们这里就有问题了呢 就有问题了 行 你说没有问题是吧 你必须得给我们签保证书 我们清除了十分之一的树苗 将近有六千棵是有问题的 对啊 我告诉你 我不能保证这些苗木 百分之百的没有问题 想让我给你们签保证书 想都不要想没点规矩 哎呀不要不要拉倒 你胡搅蛮缠是吧 谁跟你胡搅蛮缠 你们人多死 这时三宝终于赶到 松头子 你不能光长个子不长心眼 二十多年了 你们的黑良心还没有变红啊 啊 谁啊你 是你个大神啊 这二十多年 我当你早死了 你从哪个坟堆里蹦出来的 你们这种没良心的没死 我可不敢死 我告诉你啊 我潘三宝 现在重出苗木江湖了 哎 来了你看一眼啊 后面这么多人 你就没有一点想说的 来 讲两句 讲什么讲 我就是 这点小钱 哎 你这哪是小钱啊 你这是没良心的钱呢 什么没良心 是啊 什么 我跟你讲啊 县委书记 正在我们春顿点 他已经找了县植物防疫站的人啊 又把我敲出来的苗木 好好地检验 检验 哎 不不不需要检验 不需要检验 你那双狗野 比机器都领过 陪陪陪 我陪你们行不行 光陪就行了 啊 哎 你忘了我们的行规了 来来来 你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苗木叶的行规是什么 你们损失的苗木 都给你们陪啊 然后 让我的人 给你们栽种好 明年 明年开圈 发现死一颗 不两颗 没了 没完 没完 六千颗苗木 每颗 这大门两块钱 好 你还是不健忘啊 嗯 经过这件事后 三宝也成了村里的大功臣 潘建强宣布将一万两千多的罚款交给了他 同时也正式任命他为苗木部部长 三宝本来也想好好干了 不料当晚潘凯又找上门来 说要请他喝好酒 三宝这一听顿时就鬼迷心窍跟着跑了 潘凯等人怂恿三宝 让他自己拉大旗建山头 他们一起合伙买卖苗木 那不是比给村里打工强多了 三宝这一听好像挺有道理 隔天就去找潘建强 说自己要承包村里所有的苗木 要不然他就不干了 他还当场保证自己的价格绝对低于市场价 但是赚多赚少村里不准过问 潘建强这一听好像是个好事 当场就同意了 可转眼他就跟潘凯搞在了一起 两个人合伙做生意 商量着垄断苗木市场 到时候村里不得不高价收购他们手里的苗 不久后乡长跟潘建强就收到了消息 两个人的意图他们自然清楚 搞垄断生意需要大量资金 他们显然没有这个资本 几人商量干脆去外省购买苗木 绝不让他们得逞 到了隔天 潘凯和三宝果然提高了价格 可整整一上午都没人来买 这时小弟前来汇报 说是乡里来了很多外省的卡车 听说车上的苗木要比他们的便宜九毛钱 三宝这一听就知道糟了 结果货不单行 工商局的人也赶到了现场 说他们故意扰乱市场 三宝最终亏得血本无归 潘凯还把责任都推到了三宝身上 翻脸不认人 三宝一着急和他拼命 反而被一群打手按在地上打 三宝受尽欺辱 气得要杀了大螃蟹 当晚就拿着刀要拼命 最后却被送进了派出所 与此同时的江南县 招商引资工作本来很顺利 但是本来谈好的老板出而反而 又不打算投资了 严冬雷跟张县长连忙赶到现场赔礼道歉 想问他有什么问题 结果人家说你们当地的制度不行 张县长了解情况后十分生气 就安排手下去办事大厅暗访 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这我们的村委会已经给盖不上了呀 村委会的工商不行 你得去派出所办 现在派出所说 这不是他们管家范围之内的事情 县委领导要来检查的消息传来 办事大厅干脆就要关门 很多来办事的市民文言都怒了 但也无可奈何 结果刚刚走出门 就看到刚才正在办理业务的工作人员 竟然照着镜子化妆呢 办事大厅的领导随后开会 让他们按照之前排练的程序来 今天千万不能出差错 不久后严冬雷等人抵达办事大厅能口 刚好就听到市民们的抱怨 您说起 这不是等等 这里面有人弄去坐起 请问这位女士 你对我们办事大厅的服务质量满意吗 满意 我对这里的服务态度非常的满意 你能具体的说说吗 他们这里呢 就是效率特别高 而且呢 这个服务态度特别好 我呢 也是来办这个企业注册登记的 在他们这儿 十分钟就能完成 十分钟就能办好 怎么这么快啊 那你能具体说说吗 许芳 看我没有弄错啊 你叫许芳 是这里窗口的工作人员 你别演些行吗 眼看自己的小丑把戏被揭穿 领导羞愧的无地自容 颜冬雷环顾一圈 发现就这么一个大厅 竟然足足有36个部门窗口 怪不得外地的企业不肯进来 他来到其中建设局的窗口 要来之前来办事的企业的材料 发现足足要填30多份表格 仅仅一个部门就要这么多材料 等36个部门全都审核完毕 恐怕没有几年时间都下不来 这时建设局长跑来汇报 说事上面有严格的规定 这些程序都是经过删减的 他们也没有办法 面对这样的刑事主义 颜冬雷开了一个会议 希望来一次效能革命 我准备把办事大厅36寸金刚 全部撤去 只保留一个受理窗口 窗口受理后 再分发给各个相关部门 没有特殊情况 三个工作日必须办解 所有的部门 我不管它有千种借口 万条理由 原则上 只保留一项审批内容 也就是说 只填一张表格 特殊情况 不超过两张 老百姓来办事 不能让他们跑两次 这就叫做 一窗受理 一次办 颜冬雷改革的力度非常大 但这么做的阻力也会很大 大家都表示有些担心 不过颜冬雷还是毅然决然地做了决定 更是承诺独自承担责任 随后办事大厅在颜冬雷的示意下 改变了工作方式方法 这些人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 转头却全跑到了市里 找鲁副市长告状 说颜冬雷这么搞祸出大问题的 鲁副市长很不高兴 十分纳闷怎么颜冬雷老是闯祸 第一时间就带着人来兴师问罪 在车上也对颜冬雷和张图爱答不理的 气氛很是尴尬 不久后一行人来到办事大厅 鲁副市长亲自询问了办事人员情况 然后又采访了一些市民 结果跟他想象的完全不同 市民说以前一个月都办不好的事情 今天十分钟就办好了 鲁副市长了解情况后 态度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转而把矛头指向了那些各单位领导们 群众是不会说谎的 办事大厅效率显著提高 倒是这些局领导办事态度敷衍 只会坐在办公室里指责反对 从来不能主动走到基层了解情况 就在这短短一个周的时间里 江南县的招商引资工作翻了两倍还多 在场众人都是哑口无言 事实如此 鲁副市长决定支持江南县的改革 并且要推广到全市范围 一段时间之后来潘山村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乡亲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潘建强也越来越开心 不过目前的问题还是缺钱 三宝从牢里出来后 看到村里的改变很惊讶 同时也很后悔曾经的所作所为 就主动把潘凯的情况提供了出来 说要帮他们扳倒这个黑社会 严东雷收到消息后 召集了市局和纪委的重要领导 要求立即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活动 这时公安局长突然开口 说是掌握了吴副书记的很多负面情况 还发现他跟曹副局长存在不正常关系 要不要把他们并入活动目标里 严东雷文严阙并未表态 反而一个电话把吴副书记叫到现场 还当着他的面强调 这次的扫黑活动谁都不准泄密 为了抓到潘凯的证据 三宝等人深夜上山 找到了潘凯买死猪的地方 记者拿着摄像机拍照取证 但就在这时 潘凯突然带人赶来 甚至还要对他们动手 三人健壮撒腿就跑 可记者的体力不支 为了保护两人带着证据离开 三宝孤身引走了他们 最终却被树枝绊倒了 潘凯也很快追了上来 九叔公啊 我送送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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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子夹子快快快快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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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宝爬着爬着 正好遇到了及时赶来的警察 潘凯和小弟们纷纷落网 为了能给自己减罪 潘凯如实招待了自己所做的一切 还把跟自己一直勾结的曹副局给供了出来 吴副书记当然也受到了波及 但是到如今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只能主动去找严东雷 他自知问题严重 希望组织能够严肃处理 最后曹副局长被开除党籍公职 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吴副书记被开除党籍将委科员 潘凯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江南县的发展也正式踏上了正轨 时间匆匆而过 转眼到了潘家村秋收大擂台这天 潘长林和三宝等人都得了奖 村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两年时间之后 张县长调任隔壁丰湖县委书记 马上就要离开江南县了 严东雷则要去担任青州市委常委 两人漫步在江南县 心里依依不舍 江南县的绿色发展事业才刚刚起步 他们也还有很多问题还未解决 还有很多困难在等待他们 可现在却要先走一步了 老张啊 记得路过江南县的时候 过来看看我 行了赶紧上车吧 你要是再不走 我就真的不放你走了 李书记 我是严东雷 我有一个请求 请您帮我向省委转达 请允许我 继续在江南县干下去 我想把我们江南县的 绿色发展蓝图 移会到底 好的 李书记 请不打开